第十一回台南市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出路 在民進黨替名的樂修是全部都擋散 因為當天會是一轉期上官票13萬多票 來成功票前5連8 這也是全國入省的上官票 典型記載的實力 你再看看這個焦點放在下一次 台南市另外三個 總統如果請在本名區台南 一頭走路不早立委 不可以掃握下票 其中第三選區的立委當天會 23萬2377票 成功連任立委5連8 如果三下單立委的第一關票 如果是民進黨全國第一關票 同時是全國入省立委當中 在票數第一名 這一次我們再一次突破了 我過去自己的得票率 我過去得票率是69.77 那這一次我突破了七成 所以我們不斷地跟自己賽跑 也不斷地跟自己比賽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可以把這一些成績 跟我們的選民交代 國際提前 將焦點放在下一次台南市場的選政 對處段天會表示 他覺得台南需要改變 跟共町如何讓台南可以優秀賓賺 要看不一樣的力量 有信心可以用過去的經驗 為後一球打拼 我會繼續為台南而走 會繼續為台灣祈福 可是國會未來的生態 我們也要繼續努力 我覺得我要扮演兩個角色 這個角色是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不論是哪一個角色 停飛一定都會做得很好 大家都可以放心 總統的選舉在台南 得到57萬多票 投票率每個50點9% 是全國國安市冠軍 在台南市37區裡面 投票率都在四十一項 但接下來羅總統要面對 歡迎在亞東立委比我更多的協明 立委但幸福就說 民進黨要跟民眾黨合作 要如何合作來講這種問題 需要有很大的抵批 記者所以讓我哭哨方報道 感謝大家的支持